季风形成的原理是什么呢 来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在这边有两个一样大小的烧杯 我们在里头放进了同样体积的沙子还有水 那么我们就把沙子象征是陆地 水就象征是海洋 好了 那么太阳光要照射啊 来 我们把这个台灯放下来 非常的烫 它呢 就象征的是太阳的辐射热 我们现在让它均匀地对陆地和海洋来加热 听过加热之后呢 这两边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待会我们再回来看看 好吗 时间经过了好久咯 来 我们把这个灯关掉 然后移开 蛮热的 我们为了要让实验的区域不要受外界的气流或是空气干扰 我们用这个透明的压力箱把它隔绝起来 只留下两个排气孔 OK 我们现在来看看说这一边陆地的空间跟海洋的空间会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个我们小朋友在玩的烟雾弹 放在里面 我们把它点燃 很快就会烟雾弥漫咯 看到了没有 黄色的烟雾我开始在排气 因为烟雾弹在燃烧的时候 它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气体 大量的气体 它就会往外面排 很快的烟雾弹已经烧完了 好 没有气体在排了 才几秒钟 有没有看到这个排气孔 很明显的在排气 这边完全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刚刚说过了 这一半代表的是陆地的空气 这一半代表的是海洋的空气 陆地它的比热比较小 所以吸热跟散热的速度比较快 海洋它的比热比较大 所以它吸热散热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这边吸热快的话 也就是它温度会比较高 这边的温度相对低 这个高温低温热胀冷缩 所以这边热胀 这样的空气怎么办 它只好往上排了 这边冷 相对的冷 它就缩 缩了之后气体不排出来 所以它往下沉 这就很明显了 一边上升 一边下降 上升下降 上升下降 就在这个区域当中 形成了一种对流